再来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的消息 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在北京冬奥冬残奥会期间 承担着重要的赛事任务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 近日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赛道 开始塑行 测试活动的多项准备工作 也正在紧张地进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 造雪机 压雪车 忙碌作业 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 对赛道进行塑行 由于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不仅承担了冬奥会相关赛事 还承担着冬残奥会系列赛事 是运行时间最长的竞赛场馆 根据2018年到2021年 同时期气象数据的分析 赛时冬奥会的赛道平均气温 大概在零下10度 最低能达到零下28度 冬藏奥会期间平均气温 在零下3度 最低能达到零下20度左右 考虑到气象等因素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 造雪量和雪面厚度 也相对较高 东梁这边的赛道的厚度 60公分到80公分 然后在中点区 然后还有体育场周边 我们要造到80厘米到1米 左右的这个厚度 中文字幕 买据